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首股数1500 依首入场费为3227.2 集资规模以招股价中位数1.96计算约10.6亿元 上市市值借户38.66亿港元至46.26亿港元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情况 公司由陕气控股集团于2005年创立 为陕气控股集团制造的商用车提供物流及供应链服务 按2021年重型商用车销量计算 陕气控股集团为中国第四大商用车集团 2021年的市场份额为13.8% 德银天下其后进一步发展业务 提供涵盖商用车全产业链的多种服务 作为商用车全产业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德银天下的业务覆盖了商用车上中下油产业链 其业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物流及供应链服务 供应链金融服务和车联网及数据服务 下面看一下公司不同板块的业务 首先物流及供应链服务是德银天下最大的业务 它主要是为零配件供应商和商用车制造商 提供包括供应链业务 整车销售业务和后市场产品业务 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则包括融资租赁业务 保理业务以及保险经济业务 其中融资租赁在2020年占了该业务93%的营收比重 最后一个是车联网及数据服务业务 它主要是通过全资附属公司天行建 开展车联网及数据服务业务 并且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向其出售各种智能车联网产品 包括智能车联网终端产品 智能显示屏 还有就是智能车联网配件 下面看一下公司财务数据情况 公司2019年、2020年和2021年 它的收入分别是28.92亿元、32.62亿元和31.27亿元 从2019年至2021年期间 它的复合增长率大概是4% 经利润方面分别为2.41亿元、3.18亿元和3.69亿元 从2019年至2021年期间 年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23.7% 下面介绍一下行业的情况 德银天下全资附属通汇 在2021年以人民币14.6亿元的营收 位列西部地区同类型企业第一名 第二名企业营收为人民币4.198亿元 其他市场参与者规模比较小 所以竞争格局高度分散 中国商用车物流及供应链服务行业 整体高度分散 2021年的参与者总数约为1000名 其中大多数为中小企业 按2021年收入计算 公司占中国市场份额为1.1% 下面看一下公司的集资用途 大概37.5%将用于商用车后市场线下数字化仓储及配送网络与维修服务网络的建设 约30%将用于提升车联网及数据服务板块的核心技术能力及数据服务能力 占22.5%将用于商用车后市场线上服务平台的持续搭建 最后对公司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总结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预期中国政府将于未来四年于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维持较高水平的投资 年投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4,000亿元 其将为公司未来的经营规模扩张及增长奠定基础 同时预期中国加强国家环保政策将淘汰旧车型 从而促使对更为环境友好型车辆的需求不断增长 弗洛斯特沙利文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车联网应用将成为中国主流商用车制造商采用的惯例 因此商用车车联网的市场渗透率估计将从2021年的66.9% 持续增长至2026年的97.5% 而商用车车联网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1年的人民币231亿元 增加至2026年的人民币761亿元 这个呢也将有利于公司在车联网及数据服务板块的增长 所以我们给予这家公司从投资角度以一颗三颗星的评级 谢谢大家 本人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为个人意见 不构成人口买卖邀请 谢谢大家 今天来辛苦持续走热 听说惠例有专属打新账户 你开户了吗 现在我们有呈现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 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 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了 首先填写自己的相关资料 然后提供相关的证明 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 还有我们最后经过一定的审查 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了 那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号参 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 然后你可以在5万元里内 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薪等等 那对大任新股同时有9成95成 也都有提供 加入规律广上开户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股打率了